沒有吃到 不行 第三天一早 小姐就被牛猴家族包圍 其他村友也跟他們一起大年份小演 突然牛猴群秀之下爬上了屋頂 真是生水無角見 一隻隻找好了位置入座 好像要開早餐過夜 還有一隻吃到 這隻狗還好 不說很壞 如果是我們高雄的插刷 那狗很壞 雖然還是說牠們不休 但老子在早上在刷牙的時候 牙膏跟牙刷還被搶走了 不過可能味道太吸氣 牠們也不喜歡 所以後來老杰 還是有找給牠的養胞跟牙刷 真的是不能大一點 原來爬上屋頂不是太會 而是互相舒性 這隻猕猴下來跟我們說一看 牠的叫聲 牠的叫聲 雖然是這樣子的 牠真的很特別 這隻真可愛耶 後來車友先禮蓋五瓶農場了 老杰趁著早上遊客不多到園區裡面再逛一下 這個看板講解了園區裡面有許多樹種 可以想像得到每一個季節都有共同的風景 而這裡種滿了梅花樹林 等梅花花開 整條路應該很漂亮吧 看妖 哇 神木 老杰啊老杰 應該不是所有巨木都是神木啊 再來到了中正亭 從遠處看過去很美耶 在瓶子裡面坐著休息一定很愜意 一旁只有一株漸漸轉橫的樹 在這個瓶院裡變得一隻獨獸 雖然沒有看到很多的風紅 但還是有季節轉看的儀式感 在舞尼農場幽灌玩的之後 跟可愛的迷猴說想掰掰啦 老杰又要開始繼續看走到哪玩到哪的行程囉 開了兩個多小時的車 離達宜蘭的太平山森林遊樂圈 要來走一下劍勤懷古步道 它的入口就在太平山遺宜磚1線23公里處 這裡曾經在2014年 本來是葉安譽為全球28條最美的路之一 雖然啟就大悟 不過因為周日人還是玩多的 阿不是為什麼老杰每次都去很多霧的地方啊 難道老杰是帶霧體質 不過這樣仙氣泥漫的感覺 讓這條步道看起來更加神秘耶 為什麼會叫做劍勤懷古步道呢 顧名思義就是這裡常常起霧或是下雨 讓人思念想見到晴朗的風景 所以才殷勤匿名的 這條步道整條也只有0.9公里 感覺連我這種大咖好像也會去走走看耶 而且聽老杰說這裡起伏沒有很大 畢竟腳下就是鐵軌 而這些鐵軌都是以前拿來玉木材使用的 這個步道就跟綿越線一樣保留了山地運材鐵道的特色 迂迴曲折的路徑上 許多鐵軌或是裝置都已經被植被包裹成綠色的地方 曾經有一種公子居民運功之神的騎士桿 除了鐵軌還有保留以前玉木材的木馬 台車輪軸等的歷史痕跡 水氣豐沛 在步道旁的時空間横出了許多小座物 這裡被稱之為別石清水之一 這座縮橋造型很特別 底下是編織藤紋 底下是編織藤紋 走過兩座這種造型的吊橋就快到終點了 這個又高又壯的樹木還算是神木吧 反程回來物質又更濃厚了 前方的黏限度越來越低 經過了剛剛來過的別石清水區 下一周欣賢一下這個獨特的風景 走完健勤懷古步道了 入口處還是有許多人忙著跟招牌合照 彷彿剛剛很像慶怒了異世界或是夢境之中 走回這裡就好像夢醒了 往停車場的方向走 這裡有關於鎮道工人們行走 天氣好還可以一邊欣賞美景 感覺這裡看過去是廣闊的胸股 和剛剛健勤拐古步道內的森林小徑 差別好大 不過聽說有人很幸運在這裡看到整片雲海 希望下次有機會來這裡也可以遇見 在太平山遊客中心 老傑抬頭一望 滿滿的風紅耶 哇老傑錯溫了 終於看見風紅了 但其實這是紫葉處 葉子和風葉很相似 只是葉子的偏偏有許多巨質 紫葉處從長出新葉開始後 多數就會產現深紅色 它跟一般的風樹不太一樣 只有在秋冬葉子才轉紅色 不過這樣子整條樓梯都紅紅的 真的很美耶 老傑來到了他所說的怪物廣場 其實這裡是檜木廣場啦 這裡搜集了很多奇形怪狀的樹頭 被保留下來讓我們欣賞著大自然創作的裝置藝術 老傑好像說的沒錯耶 每個特殊造型的樹頭都覺得好像怪獸 他在野木廣場接著吋 好像白野 хочу 我好了 廣點的時間 後來走到了觀景平台 從這裡猶上往下看 整條都是紫葉處的美辣 老杰走到了一个黄色火车图的地方 那里就是蹦蹦车站 他行驶的路程是从太平山站到茂兴站 大概三公里 行驶的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半 结果老杰他说他买了票却没有发到 因为他走下来时间太晚了 赶着要下山就来被比坐咯 想搭乘的人前面那边就有售票处 直接去买票就可以了 继续往上趴 路牌上写着太平山俱乐部 在身上也有可爱的 到底是什么嘞 这个快幕进到两层楼的就是 太平山俱乐部 跟我想象的俱乐部好像不太一样 原来他是1937年在昭和12年的时候 用台湾快幕建造的两层楼的招待所哦 距离现在也有八十几年的历史了 可以在开放的时间买票参观哦 继续爬这个好汉坡 来到太平师路 太平师路是一整圈的步道 绕一圈只有0.8公里 大概25分钟就会走完了 这个诗路顾迷思议就是有很多诗文的路 让游客在森林畅游赏景之余 还可以欣赏与森林交织融合 呼应延伸的诗座 爬上来正安宫先喘个喜 正安宫是太平山的守护神哦 守护这一片美丽的森林山地 在正安宫休息之后就接着走 快木原始林步道 和铁山林自然步道 全长约1.3公里 这里位于海拔2000到2002公尺的 真叶林和阔叶林的过渡带 森林有四层的结构 最高的就是台湾铁山和快木的混合林 第二层有台湾顿圈等的动物和过夜桥木 第三层为玉山建筑等 最底层就是草本城 城市分明物种丰富 哇看到这一些 歪清扭巴的参天大树 让我们看 以及佩服他们强韧的生命令 走在这个步道之中 一边看着诗人的诗作 更是引人入胜了 慢慢走也走完了 一大圈 时间也差不多该下山啊 库克勒可以来这个云海咖啡馆 买杯咖啡提升一下 时间差不多老杰也要前往今晚要睡觉的地方 老杰找到了一个环境清幽的露营区 而且海拔不高 只有30公尺 这里就叫做橘子圆露营区 它就在宜兰礁溪交流到下来 4分钟的车程就会到了 这里可以近距离看到市区的夜景哦 露营区其实没有很大 不过环境干净整洁 距离市区也不远 随时要去市区泡汤再回来也很方便 今晚车室集整露营区 走了一整天老杰应该眼泪了吧 差不多该休息咯 晚安啦 va 这官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